缓解和消除贫困事业 我手里拿着的这本呢 是国产儿童动画图书哪吒全奇 自去年六月推出以来 它已经连续十个月 高救国国社儿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 打破了哈利波特等外国作品 长期占据守卫的局面 哪吒全奇是人民邮电出版社 童趣出版公司 根据中央电视台52级同名动画片 改编出版的系列图书 全书通过民间神话传说中 一个小英雄的成长故事 在前一幕话中 向孩子们讲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弘扬了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我和我们班同学都挺喜欢这本书的 因为它是我们国家 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动画形象 哪吒勇敢 善良 乐于助人 这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这本书呢 孩子挺喜欢看的 而且我们做家长呢 觉得挺有教育的 我觉得出版社以后 应该多出点类似这样的书 哪吒传奇自推出以来 以丰富的文化内涵 精美的彩色印刷 低廉的价格 现代化的市场运作 在全国一万两千个图书销售网点 热销不衰 哪吒传奇这套书已经再版了14次 销售超过了40万套420万册 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充分说明我国优秀传统的民族文化 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这类题材的少儿作品 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将依靠所属自然科学学会 协会和广大科技工作者 积极开展 张氏唐窗进行暗访 这一带的村民几乎家家都种植冬小麦 按照山东省的有关规定 凡是种植小麦的农民 每亩地可以得到13元钱的粮食直补 这位村民的六亩小麦 应该得到78元的直补款 像张氏唐窗这样 整个队的村民都没有拿到粮食直补的 并非个别现象 记者随后又走访了附近的其他几个村 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在我们采访的四个村里 只有水务村的村民们 全部领到了粮食直补款 国家规定 直补款应该专款专用发放到户 那么这些本属于村民的钱 究竟到哪儿去了呢 村民们说的工程款 就是地区修工路要村民们交的 以款代工的量工款 村民们的说法 我们在一位村长那里得到了证实 就我们采访到的问题 记者找到了王凤楼镇政府 一位政府的办公室主任接待了我们 他表示 在发放粮食直补的过程中 绝不存在强行挪用的问题 我都是出去 比如说你给钱收到的要五分 要五分 你等五分下来的 你同意做吧 我不同意做 我同意了给你的 你这个要五分 或者你归钱再交 或者你再去 你总有赚钱 赚钱 你本人同意的 再给你赚 这个钱你同意下 就给你出去 因为少补 他就联合来探 探着的这都是 这都是在无少补的一些动作 那么没有拿到粮食直补的村民们 是否真像这位主人说的那样 都经过本人同意了呢 钱得经过你同意 签字了吗 没签 放手样了吗 没有 签字了吗 不发你钱 没有 你这工程款得需要找点手续 老百姓得同意 你自己得签字才行了 你这签了吗 你老百姓同意 老百姓哪 你老百姓什么同意 国家农业部规定 任何部门和单位 不得节流 挤占 套取 挪用 直接补贴资金 要足额及时准确 不折不扣地将直接 而且越靠近城郊 烟雾越浓 这场烟雾给当地居民的生活 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被这层烟雾笼罩着 合肥成了名副其实的误毒 这场烟雾不但让人觉得不舒服 对当地的交通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烟雾板上最低的年度只有700米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就是说如果此域时间再长一点 昨天有四架飞机肯定是回不来 机场工作人员介绍说 造成这样的烟雾不是天气 而是周边的村民在焚烧接杆 寻着烟的方向 记者从合肥落岗机场 向南走了不到500米 就看到团团浓烟 从田里腾空而起 烟雾中大团的火光随风跳跃 接杆焚烧的声音 百米外清晰可闻 把他砍着了 砍着了 把他水干 把他烧着 不烧着怎么来 要火呢 冷藏起来 就说那个蜜刺 说那个地寒骨 烧着回家也没用 一家也没那个骨骚的 全那个事情 可能我们头骨刺下就不多了 就烧得快一点 对 快一点 据了解 接杆焚烧产生的气体中 含有大量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氯气等有害物质 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危害 另据专家介绍 往年这个时候 也有焚烧接杆的现象 但是像今年造成的 烟雾浓度如此之高 烟雾持续时间 如此之长的情况 对合肥市来说 还是首次 出现这种现象 也和这段时间 当地的气象条件有关 主要是气流 将大龙潭水电站上游为宴 被青江上游来的 突发洪风冲垮 共有四名民工 和一辆载友恩师洪庙镇 幼儿园 十二名幼儿 一名教师 和一名司机的面包车 也被洪水冲走 事发后 恩师州恩师市 已经紧急开展 施救工作 迅速地疏散了 收到洪水威胁区域的群众 搜救喝茶失踪人员 今天上午 救援人员 已经打捞出一名 幼儿遗体 和出事面包车的残骸 其他17人 仍然下落不明 目前事故原因 正在调查之中 5月26号上午 湖南长沙宁乡县邪乐桥 工商执法人员 在实施农资市场检查行动中 以非法农资经营户 使用硫酸和菜刀 袭击正在现场执法的工商人员 导致8名工商执法人员 被烧伤砍伤 其中4人重度烧伤 事件发生后 湖南省长沙市政府 等有关部门十分重视 立即展开对伤员的抢救工作 国家工商总局局长 王仲福专门做出批示 要求不惜一切代价 千方百计救治受伤的工商干部 严肃查办凶手 并委托湖南省工商局 向受伤的工商人员家属 表示慰问 到27号下午 4名重伤的工商执法人员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但仍在抢救当中 行凶伤人的周某父子 已经被公安部门批准逮捕 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商务部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项目 对外贸易经营者 信用等级查询系统 今天在北京启动 这一系统包含基础信息查询 信用信息公示等内容 有关部门和单位 利用网上企业信用平台 建立了违法企业黑名单公示制度 由专家组成的评整委员会 将对外贸经营者进行信用评级 参加评级的外贸经营者 将被考核许可证及配额使用记录 合同旅行状况 出口退税等18项指标 有关人员表示 要发挥广泛的社会监督作用 构筑对外贸易经营者信用监管体系 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 团中央和上海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 将于今年8月28号到9月6号 在上海举行 此次大运会共有来自全国 包括港澳地区在内的 近800名运动员参加 目前本届大运会的吉祥物和会会 已经揭晓 大运会官方网站今天也正式开通 火炬传递仪式将于7月1号举行 六一前夕 北京市部分心理教育专家 来到北京市培心小学 以访谈 论坛 专家点评等 互动现场会的形式 帮助父母了解未成年人的心理需求 指导父母